好 任俊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这就是没清楚啊 完全不清楚 一种头表超清楚的啊 真正好感 所以自由时报当王小波跟王炳忠成为台湾样板的时候 我们来看下野 他其实里面特别提到的就是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在对岸跟习近平特别谈到的 台湾目前的处境 希望他能够多了解台湾人民在想些什么 可是现在所看到的这些 如果当王小波 王炳忠成为习近平眼中台湾的样板 这个握手的人就是王炳忠 其实我们有刻号他 希望炳忠可以跟我们稍微对话一下 了解一下他在对岸参加这场阅兵的一些感受 但是他心中有所顾忌 就是说还是先暂时不接受访问 看他回来会不会可以上节目来聊一下 但是这篇社论是这么写的 这表示中国当局已经得罪了绝大多数的台湾人 台湾人也见识到了习近平的水平 这些年的入导入户 跟他所喊的三中一清满天驾响 是不是一切归零全部都白搞了呢 我觉得我们这段时间在讨论这个议题 我想开希兄在这边 他长期对于中国大陆的发展 其实都很关注 他也非常了解那个题 我想没有人在讨论这个议题的前提 上面是要放着反对两岸继续交流跟来往 所以我在看这个议题的时候 我一直在强调 就是说你到中国大陆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 他可以被讨论 你去参加阅兵 他可以被讨论 但是如果从整个事情 从一开始发展到现在为止 包含连战他在这里面所用的这个题字 跟他的这个所谓的 致辞的这个权文里面 我觉得这个活动已经被政治化 所以我反对任何一个政治人物 在这个时间点上面登上他的阅兵台 即便是亲民党的情今生也是一样 如果今天他站上了阅兵台 坐在那个位置上面 看着这个飞弹什么跑来跑去 对不起我一样批评 因为这是我的价值观 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地方回来看 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透过这一次 他希望达到了目的 现在看起来是非常非常清楚 他就是一个政治上面的目的 我们的这些政治人物到那边去 你是不是间接或更直接的去配合了他 这是我们现在在看这个问题里面最根本的 没有人反对两岸交流 不是说今天我不去看他的这个阅兵 我不去参加他这个活动 就我两岸从此就挂掉了 没有人这样想法 可是对不起 我们确实有人用这样一个方式解读 好像说你今天如果不去 你就是这个两岸的合作就不见了 两岸的合作跟交流 不会这么肤浅到 只看这一次的阅兵 只因为你坐在这个台子上面 好 帮你拍拍手 看着你那个飞弹卡车过去之后 两岸交流就更好 看起来是不会有的 所以同样的在这样的一个议题上面 我觉得民众其实是可以理性 我说可以理性的意思是说 今天去的这些人 包含您刚刚所提到的连战 包含秦金森 包含王炳仲这些人 他回来都必须要面对媒体 他必须要面对所有的民众 大家都会去检视说好 请你告诉我 当你们很多人在为你们辩护说你们去那边的时候 你们希望为台湾发声 希望让中国大陆了解台湾的民意在哪里 你说好 我们不能够每次都关在台湾里面 告诉大家讲中华民国怎么样 那请问你到对岸去的时候 你用这三天的时间 用这四天的时间 你做了什么事 你说了什么话 你讲了什么捍卫中华民国的事情 我觉得这他必须要面对的连战一样 大家讨论有时候变成一个民粹士 就国民党现在很多人在辩护说连战是什么 或者就把连战打成说 你就一定是去那边为了自己的利益 或什么 我觉得要给他一个公平讲话的机会 如果今天秦金森什么事也没做 就像今天很多人会说秦金森躲去哪里了 因为大家讲说他没有上这个阅兵台 那结果又有这个媒体 他现在又讲说 没有 童星的人说他去了 但是他去了之后 讲说他人不舒服 所以去了休息室看电视 那这样到底算有没有去 他被劝下来的 所以正确的消息是他去了 后来去休息室看电视 现在有一个媒体又传一个报道 又传一个报道出来 那我们今天一直希望 那亲民党党没有最新的正确的消息吗 你看那个他不是讲一直在天管理台上 他讲说我们一起登上天安门管理台 一起离开天安门 这样他算不算去 但是他里面有另外一段 他就写到了说 他用他人不舒服要到后面去休息 之后就坐在休息室看电视 上台散了 这是同一个报道里面所写的 就上台然后尿都也这样 所以这个报道里面 有没有单独结这一个出来 讲说他在天安门上 那在天安门的阅兵台上 还是休息室里面 我想真的 这个情形生回来 我也想问清楚 我们今天一直试图在希望 透过管道跟他联系 那我们从亲民党中央所贴到 所知道的这个消息 包含昨天的一些协调的过程 本来昨天晚上的时候 他要坐晚上7点45分 长龙的班机机票都买了 我们拿到那个机票的编号 但是后来因为讲说什么 北京那边人车管制 所以他没有办法离开 什么台办没有帮他 这是他的说法 那我们一直也很关心 就是说他今天到底 有没有坐在阅兵台上 看阅兵的这件事情 我这三天 我已经不断的在每个节目强调 不管任何一个人 我如果不认同连战 今天那个发言 我认为这个活动 他已经偏离了 所谓的原来的他们的想法 或我们的想法 他成为政治活动的时候 就连秦森也不应该去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知道 陈秦森你回来之后 你也要必须面对民众 讲清楚 你到底在那边 做了什么事情 你说了什么样的话 你对两岸里面 你做了什么样的努力 还是你只是说 大家去 我就坐那里 然后上厕所 上厕所 什么的 两岸的努力 这件事情是这样 这次的九三大阅兵 习近平拿着麦克风 在那边对全世界讲了 没有提到中华民国 这个声音我们全世界听到了 然后你说对两岸做事 当习近平在拿着大喇叭 在全世界发声的时候 你能够为两岸做事 必须在同一个层级 你私下心里想的 我私下跟习近平表达 那都不算 是 所以我讲 他必须要回来 到现在我没有听到任何东西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 在这一场活动里面 有很多的台湾政治人物都去了 但我们不会一杆子说 你什么人你去 你也是在卖台 你什么人去了 我也要出来 我也要你出来奖金 我觉得我大概不会想要做这种事情 所以我们就讲说 这个事情是可以被讨论 是可以被解释 来 其实这个事情 跟李登辉到日本去说 钓鱼台不是我们的 事实上是一样的严重 一样的严重 那连战在要去大陆之前 他讲了一段话 说我们要有话语权 说到那边才有办法讲到话 才能够表达我们的立场跟想法 所以当时我跟吴尔开希 想法是很相同的 认为说他不会那么笨吧 应该不会那么笨 对 去总是会适当地表达 我们这个中华民国 或是国民政府军 在抗战的时候 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吧 就事实上完全没有 所以后来新四路跟巴鲁 就变成了中国的革命军 不是 最严重的是 竟然是替对方讲他的话语权 不是我们的话语权 这最严重的事情 你看那个连战跟习近平 所会面的时候 那连战办公室有发一个 他的一个致辞文 那个致辞文里面各位去看看 我几乎怀疑 那一篇是谁写的 如果是我们这边的人写的 那交给他们看过以后 把他改过的 我怀疑是他们改过的 否则的话张龙公怎么写 也不会写蒋介石三个字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东西 我怀疑是经过他们删过稿 改过的 那 依我在 依我观察他们的经验 就是你的稿子 这样的场合 他们一定要删 一定要看过 才会让你发出来 那我现在手上 这个最烫的新新闻 这9月3号 刚刚这个出版的 各位看到 他标题叫 叫做习大大召唤 连连也叫也叫不回 那这里面 谈了就很惨了 百年连加终极一搏 这里面的导演写的就非常贴切 他写说 不理总统府的反对 不管党主席的要求 党内当权派 像朱立伦 郝龙斌 权重一时的大佬 像徐立德 江敏坤 郝伯春都百般劝阻 但通通无法 让连战违心转意 那么连胜文败选之后 可见连胜文的败选 对他来讲 恐怕是他这一次 谁也劝不回的一个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致命 这样一个关键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状况 让游走台海两岸 百年数代的连加 产生了空前的危机感 这是很重要的 他即使可能冲击 国民党的总统及立委选情 甚至堵散国民党 坚持的抗战史冠 以及中华民国的历史定位 这一次连战也要进场一搏 稳住连加在两岸的政治地位 这个就是我一再讲的 2016如果民进党执政了 请问在连战 当年连胡所谓的五项结 那个五项那个什么共识的或结论的这样的一个里面 有一条就叫党对党的这样的定期的一个所谓的会谈 那2016以后请问你 中国大陆经过连战这一次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对他而言 这样的一个牺牲 他要不要再回报 他要回报的很简单 就是以后2016以后 党对党的 我只认定你连战 我只认定连战 只有你能代表国民党 所以也就是说 国民党这一次 能不能够很正面的 不是给连战停权 是开除 是开除 如果你没有开除他的话 以后他就是2016 以后唯一的国民党跟中国大陆党对谈 所以我们看到在对岸 连战也真的在今天登台了 但是台湾的洪秀柱却要下台吗 最新消息 洪秀柱妹妹一出门就被包围 一大早媒体聚集洪秀柱家门口 全都因为前一天深夜 脸书突然发文 决定暂停每天陀螺班的行程 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沉思 立刻引来退学联想 发言人一字排开 重申再重申 没有要退选 事实上这个礼拜一下午 总部的工作汇报 洪秀柱突然现身 和干部说这两天 我想沉淀一下 找回自己 你们看我会有不同做法 会有重大改变 会出现一个不同的洪秀柱 甚至还说这几天脸书 我自己写 却没想到周三闪电PO文 事先没让党中央知道 红秀柱的宣言可让辅党高层吓坏了 甚至有人用错愕形容 深夜还忙着党听消息 暂停行程 颅有向党内天网示威的意味 党部联席会议就是 李四川 李秘书长也有参与 还有一些党部的主管 他说他非常困扰 他说这个月媒体 有很多的揣测 那他也跟筑姐说 这些事情全部都是 捕风作影的事情 党部和总部的会议上 秘书长李四川 重申全力挺住 就在选战加温之际 出此招 洪秀柱思想已退为进 制止党内留言 记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